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灵芝的部分 灵在上面 嗨大家好 这是肥波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来投稿 投稿连结就在这边 这边这边 马火冬米饭呢 听起来好像 中文就觉得好像一般 但我们用英文讲 叫Sticky Rice Mango Sticky Rice 芒果 弄米饭 那想让人一定要芒果 那台湾很多种芒果 在泰国比较没有那么多 而且他们喜欢用那种黄的 可能有点像我们的金黄芒果 或者是类似菲律宾的铝宋芒果那种 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个芒果呢 这个叫做 拆下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颜色跟 爱我很想 它比较细长 这个叫做西施芒果 所以我今天用西施芒果 来搭配我的芒果 弄米饭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个 欢迎出厂 这个叫做斑兰叶 这个在马来西亚在泰国的一些 当然料理里面最常会用到 英文他们原名叫做 潘兰 斑兰 P-A-N-D-N 潘兰 那么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糕点 是用这个做成的 那要不就是取它的味道 要不取它的颜色 有时候取它的绿色的 你看到一些糕点 很多娘惹糕 马来糕里面用到这种 或者是泰式的一些点心里面 他们会用这个斑兰叶 潘兰叶 那这个叶子它会把它打成枝 然后过滤之后取这个枝液 来做天然的调色 那么或者做甜点的时候 做咖喱的时候 都会放这样的一个叶子 好 这个我已经洗过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斑兰叶取几只下来 好 这个 这个让它去发芽 发芽 好 斑兰叶 再来是糯米 我这边已经有煮好的糯米饭 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也有放斑兰叶在里面 叶子先拿出来 然后你在煮这个糯米饭的时候 第一个要记得用长糯米 然后要把糯米洗干净 要洗好几次 让那个水变清了 或者是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但我们今天没有泡 直接拿来煮 好 然后这个糯米饭 我们今天就会拿来用 好 放旁边 stand by 这个是长糯米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的是 来拌这个糯米饭的 椰汁 大概就是这半罐 好 放进来 我放两斤 待会留着 还要用点的 这时候呢 我们放两大匙的白糖 各位 它只要稍微加热就好 让那个糖要化 一定要放一点盐 一匙的盐 所以它会甜甜咸咸 嗯 就是这个味道 好 这时候我们把饭先拿出来 stand by 然后我大概用两个饭碗的量 待会不会全用完 这个饭待会就会比较湿湿黏黏的 就不会那么的粒粒分明 但是因为它还是可以吸很多汁的 只要稍微糖化了就可以关火了 不要煮太久 因为你的这个白蓝叶已经让这个椰奶看有一点点绿色 它已经会有一点色素渗出来 然后我把这个叶子在里面一起拌 但是待会吃的时候是会飘出来的 把这个椰奶倒进来 开始淡 这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一点点时间休息 就让它稍微焖个大概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一步骤 这个糯米饭呢 在里面大概焖了30分钟 接下来我们先来教大家做淋在上面的一个酱汁 好 酱汁呢 跟我们一样 我们这边准备了大概有一碗的盐奶 其实用不了这么多 你可以留着用 然后 加一点点的 我要回来一点 对不起 我要加一点点的那个太白粉水 但是我不要另外再加水 要不然味道会变淡 所以你用地瓜粉或太白粉水都可以 好 大概 就有点像勾芡这样子 好 好 一样 我们这边 准备一点糖 大概就不要那么多了 大概就 一尺半的糖 好 一样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的盐 它那个酱才会好吃 好 接下来呢 我一样需要一点点的斑兰叶 好 因为我剪小块给它比较容易入味 要不然一般都是绑一绑一整个 丢下去 好 这两个待会要来做装饰的 其实它两个汁几乎一样 这两个甜度尽量要做差别 如果这个甜一点 这个酱就不要太甜 那因为这个酱我待会要淋在芒果上 所以我不让这个酱甜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个糖放的多两大匙 这个只有放一尺半 混一尺也OK 就是你如果在做菜的时候 这个饭跟这个芒果跟这个酱汁 你要稍微在甜度上做一个区隔 那它因为带一点酸 所以呢 我们在甜度上的调整 就要特别去注意到 我们把这个放下来 如果待会不够浓稠 再说 那因为这个有那个斑兰叶汁在里面 所以它的香气都还是 从头到尾会贯穿在里面 好 关火 有点像酱糊这样子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我们的饭 跟我们的芒果 在做芒果饭的时候 芒果不要太熟跟太甜 我喜欢酸一点点的 因为我们的饭基本上是很甜的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糯米饭拿出来 稍微铺平一下就可以了 放在旁边 我们把两片肉切下来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淋汁的部分 淋在上面 其实就是让芒果有那个汁而已 来 这个就是为大家示范的 芒果糯米饭 Mango sticky rice 泰文叫做 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吃泰国菜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记得在YouTube来订阅 吴文文的快乐厨房 而且要开启小铃铛提醒你哦